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投资播 今天要讲完注理财的七季 我是琳达 观众朋友们时间又到年底了 那么投信的经理人呢 用作帐来换绩效 好那么投资人要怎么样跟进 这个年底的作帐行情 来抢红包呢 好今天首先来欢迎 陈建雄老师 老师好 琳达 几个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老师时间已经来到12月了 那么现在投资人怎么跟进这个投信 来抢年底的这个作帐行情的红包呢 那想这个要抢这个红包 那基本上也有一些选股的技巧 所以待会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一部分 是的好选股的小铁部到底是什么 我们请老师带我们来了解 老师我们知道投信呢 一年都会做好几次的账 那到底投信做这样的条件是什么 好投信呢一年大概就是 每一季的季底会做一次账 还有这个半年做一次账 是 那还有年底做一次账 真的 那重要性来讲的话 会以年底这一次是最重要的 所以因为年底他们是从一个 绩效的总结 所以如果绩效能够拉高上去的话呢 他们这个投信经理人会有一些奖金 甚至呢他们接下来他们代操的资金 可以更加庞大 可以接收到更多的资金 所以通常在年底的时候呢 这些投信的经理人都会很积极来作涨 好那我们来看 他们作涨的一些个股呢 基本上几个条件 第一个是中小型的股票 因为中小型的股票他们比较好掌握 所以他可以去拉台的话呢 他们资金也够 是 可以集中在火力在这几档股票上面 然后一拉上去呢 他们接下来就跟着水涨船高上去 全资股不好拉 对全资股基本上来讲 因为股本太大 他们比较没办法控制 所以中小型的股票呢 他们会有筹码的优势 所以他们第一个一定会选中小型的股票 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 就是投信持续买超的 但是外资持股比例不高 为什么外资持股比例不高呢 因为外资基本上呢 它没有什么所谓的作涨的紧迫性 它没有这个压力 所以可能投信它在买的过程里面 如果是外资买很多的 那可能在买的过程 外资它逢高会获利了结 所以造成他们的绩效 可能会出现变数 所以他们会买进 以他们自己充满为主的 他们不会去买投信 就是买外资持股比较高的股票 可能会造成另外一个卖压 因为拉高以后会有卖压 对 获利了结 对 获利了结 所以这部分他们就会去考虑 所以这里呢 外资持股比例不高的 但投信持续买的 这种股票比较有机会 好 第三个就是呢 投信单一持股比例7%以上的 市政养股 那这里面我们要发现到 因为投信单一持股比例呢 最高的是不能超过10% 那7%其实已经很高了 那从这个7%来看的话表示呢 表示这个投信呢 已经在这两个股呢 它已经开始在做任养动作了 那么也是说像这种股票呢 基本上它比较容易维持 强势的上涨形态 它不见得说 它会一直连续性的大涨 但是呢 它至少可以维持强势 因为呢 投信在没有结账之前呢 像这种股票呢 他们都不会卖 所以能够维持强势 所以类似像这种股票 你反而可以利用 盘子上震荡拉回的时候呢 去逢低层街 吃一下投信的豆腐 这部分来讲可以注意 那为什么我说持弱比例以上 基本上 它不见得会一直连续性的大涨 是因为呢 它距离10%已经很接近了 它已经7%了 所以呢 它在加码的空间已经有限 所以只能说说 他们认养股票 认养之后呢 他们会在那边 做一个持续的 做一个续报动作 所以它不大会大跌 但是你说它连续性的上涨呢 可能空间也不会那么多 对没那么大 那这部分可以逢低层街 这部分可以逢低层街 那第四个就是 我有你没有的意思就是说呢 这投信基金有很多个嘛 有很多基金嘛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呢 他们会拉抬自己的股票为主 如果我们两个 假设说有总共有三支股票 A B C三支股票 那两家投信呢 他们两家都持 一个是持有A跟B 一个持有B跟C 所以他们两家呢 投信呢 基本上都共同持有B 这支股票 那这支股票就比较不容易往上面拉 因为他如果去拉这支股票的话 变成说其他家的投信呢 他们也是跟着 跟着绩效拉上去 帮他抬脚 对帮他抬脚 所以他不需要 他不会去拉这种股票 他一定会 假设A的话 他就会拉A的股票 另外他就拉自己 C的这支股票 所以同样的这支股票 就比较不容易大涨 所以我们在分辨的时候 也要注意到这个特点 真的 要这个强继 这个所谓的做账的一个条件 好老师那近期呢 投信买超前殖民分别是谁啊 好投信呢 近期在11月份 这个地方已经开始 在布局一些股票了 那他不会等到12月份才做 因为12月份 对太晚了 那12月底 他们都开始就要做结账了 所以他一定会提前布局 那这里面 我们会观察到几个重点 就第一个呢 他布局的方向有几个 就第一个 我们看这个联电 跟四季的先进 其实他们都算 本硬比偏低的股票 包括像是呢 这个南电 包括像星星 ABF 那这里面也是 因为他们的业绩算不错 然后呢 他们本硬比 大概目前来看的话 大概八倍左右 很低了 对也是很低的 所以他也是在布局 这个本硬比偏低的股票 这一部分是第一个族群 那第二个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金居呢 跟这个台药一组的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因为Intel呢 要推出新的 伺服器的平台 所以大家会想说 这部分呢 可能会拉升上去 同伯吗 对同伯这部分 所以这部分呢 也是占有一些 一定的比例在这里面 那另外就是像这个 所谓的这个联发科 联发科 联发科 大家认为说 晶片的这个 手机晶片这一部分来讲 可能库存呢 已经调整 告一个段落了 所以股价呢 开始领先反应 所以他们也在积极做布局动作 那另外生技股呢 他们也有部分的股票 在做布局 所以因为生技股 它股本也比较小 那后面可能还有一些题材 有些利多 有些想象空间 那也比较容易好拉抬 所以目前呢 他们操作 目前来讲 大概是以这几个族群为重点 是 好 老师那我们知道这10党 那这个操作策略 又要怎么看呢 好 操作策略来讲 我们就要去选择一些呢 技术面比较强的股票 因为技术面强的股票 也就是说呢 整个大盘呢 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过半年线 但是呢 有些股票 它已经领先先过半年线的股票 比大盘强的股票 因为他们在比较的过程里面 他们比较绩效的过程里面 除了比较说 哪一家的绩效是最好的 他们也会跟大盘来相比较 比大盘强的 那么大家就会觉得说买你这个基金 比较容易赚到钱 所以呢 技术面比较强的股票呢 基本上这些股票也是 可以来做个顺势操作 那这部分也是投信呢 近期比较会琢磨的标的 另外就是投信连续性的买钞 跟股价成正相关关系者高者 也就是说呢 它买进去 那股价呢 有连续性的拉升 表示说 它的买盘呢 对这档股票的股价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性 正相关越强的越好 那有些是投信买 但是股价没什么动 是因为外资在卖吗 对 那可能是 第一个可能就是 有特定的卖盘在那里卖 可能是外资卖 或者是有些公司派 或者是有些特定的卖盘在卖 所以他们虽然去买 但是股价拉得不是很高 拉不上去 像这种股票呢 可能就比较没有空间 所以我们要观察到 如果投信连续去买进 但是它的股价呢 它是呈现一个高角度的上攻的 这种股票呢 就是投信作涨 非常明显的股票 而且比较有机会再往上面涨 这样这种股票就要去做一个锁定 那第三个就是 我们要看这个十年线 因为法人基本上 他们会 他们这个短期性的操作 他们会以十年线为主 是十日线 对 十日线 对 十日线为主 那十日线来讲的话呢 是一个强弱 短线上强弱式的观察指标 那就是观察到 我们以十日线来做一个操作 如果破月线代表说呢 它就表示它转弱了 就可以做一个获利出场动作 这个也是一个操作策略 大概就是呢 月接近年底的时候呢 这个买超会开始缩手 因为它要作战完 它目的是要结账 对 所以这个地方 可能月接近年底的时候呢 就你如果看到 投信本来这样给我买很多的 那接下来开始不买了 甚至开始有点卖了 那这时候呢 你就不宜追降 那你也可以来做一个逢高 来做个停利的动作 是 就要小心结账了 对 是的 好 那老师我们再看哦 这个刚刚呢 这个买超前十名 第九名就是联发科 最近呢 投信近期买了四千多张 那他也提前呢 先反弹一波了 老师你觉得他还有继续可能涨啊 好 我们看联发科 这是投信的总持股比例 它从这里呢 越来越高 最近呢在十一月份 十月份 十月底这个地方 十月底到十一月份 开始买很多了 所以很明显这档个股呢 它在做个作杖的动作 已经很明显了 那目前这档个股 我们可以发现到 它的股价也是打出个底部形态 那底部形态打出来后 这里呢 再遇到前波高点 技术面遇到前波高点 这个地方呢 再做个震荡整理 然后整理过程里面呢 像这种个股 只要投信呢 它没有站在大量的卖上 它那边有稍微调节一下 但是调节完以后 你看它就开始在那边做整理 可见这一档个股呢 跟这个投信的买盘有很大的关系 投信一样大量买进去说 它就开始往上面涨 真的拉起来 对就真的拉起来 然后他们开始小卖一点 它就开始盘整 所以投信如果再回头买 那这种个股呢 它就越会再往上面攻击 所以像这种个股呢 基本上就是 就是有这个法人作战的一个迹象 这种个股就是可以来做一个 逢低布局的一个方向 那老师我们看到通波基板台药 它其实呢也领涨了一波了 所以也是投信整个拉起来的 对 它这两个股也是一样 整个底部形态也打出来了 目前它股价已经 它就随着 它会沿着时限在往上面涨 那我们看到它目前呢 也是在那边做个震荡 那但是我们看这个法人呢 因为法人一买之后 那之前卖的时候呢 就开始往下跌嘛 那这边开始在买的时候 它开始打底出来了 那开始大量买超的时候 就开始一路的震荡走过上去了 那它的走势呢 就是很明显的 它的股价呢 跟法人的买超呢 跟投信的买超有很大的关系 正相关 也是正相关的关系 所以呢目前来看呢 还没有看到一个 卖出的讯号之前呢 这两个股呢 都还会再往上面攻击 当然整个技术面来讲 这里可能需要做一个 筹码性一个稍微整理一下 前面有卖压 不过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成交量 这个成交量都比之前的还要大 表示这个成交量基本上呢 已经有稍微做换手的动作了 所以它股价就开始 一直沿着这个趋势往上面走 像这种个股也是可以逢低呢 来留意布局的机会 是 好老师 那另外一档也是做这个铜箔 那金居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走势 是不是比台欧还要强 对 因为金居呢 它又是铜箔 它做铜箔 它是铜箔基板的上游 最上游的 所以它的股价更容易往上反映 那我们看它的股价 基本上也是在低党区这个地方 有出现一个爆量 那后来发现这个量是 投信把它买上去的 那最近来讲 投信基本上都还是站在买方 还是站在买方 所以它的股价就维持高值在整理 那也就是说呢 像这种个股也是一样 筹码呢 目前它的股本就25亿 所以像这种个股呢 只要是投信法 已经开始慢慢在做布局的股票 它后面都还有机会 再往上走一波 所以目前来讲它的支撑点也是提高到 这个下游区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支撑点没有跌破的话 那投信如果最近又再开始在买超 那我们认为像这种股票 那后面还有上工的条件 所以这种个股也是可以值得留意的 中小型个股 对中小型个股 是 好 老师那我们看到法人呢 最近一直还买说这个ABF载板 老师载板呢 你看这边有个很大的缺口 那缺口应该不会补吧 对不对 好 这个缺口呢 其实它代表是一个方向 技术分析有讲到 向上跳空缺口就代表是向上的方向 那这档个股我们看到 它前三季赚22块钱 也就是今年一整年 大家可以赚到33块左右 那目前本益比大概八倍 那之前在这个低点区的时候 177块钱的时候本益比呢 大概只有7倍以下 这么低 对 因为低本益比的情况之下呢 你看这个法人开始呢 现在在买方了 一开始买以后 股价就开始慢慢的震荡 走到慢慢走高 然后这个地方买更多的时候 开始用跳空上去 所以很明显这档个股也是一样 如果说投信法人这个地方 一直持续的买超 它并没有出现卖超的话 那股价整理之后呢 它还会再往上面走 所以像这种个股呢 第一个它技术面 缺口没有回补 第二个呢 这个筹码面呢 反持续的买超的情况之下 搭配它本益比并不高的情况之下呢 像这种个股呢 也有机会往上做价 所以像这种个股呢 都可以值得留意 逢低布局的一个机会 是 所以投信不只找中小型个股 它也留意这个本益比 比较低的个股 对 对 好 老师最后一档呢 台康生 这个郭董呢有在买 那台康生呢 也是CDMO的成员之一 老师台康生你怎么看 台康生呢 其实生技股呢 这边有一个占有比较大的优势 就是说第一个生技股呢 它后面都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题材 想象空间 也就是说它这个乳窑爱 如果说年底呢 它取得这个美国的药证的话 像这种一旦取得药证 它股价就会开始喷出大涨 那现在是因为到前波的高点 那它背后又有富爸爸 鸿海这个家族的加持之下 那我认为这档个股呢 基本上来讲 它这个里面也是打出个底部形态了 那股本呢也不大 那你们看这个投信的 基本上就站在买方 这里就开始买了 然后这里也站在买方 那拉回来的时候 真的还是站在买方 最近一直买 它基本上只有小卖一点点而已 那它的持股比例呢 也开始慢慢的增加起来 对 就像这种个股呢 那基本上这条颈线这个位置区呢 近期来讲它没有跌破的话 它还会有一波攻击 也就是说它到前波高点这个位置区呢 可能会稍微震荡洗一下盘 那洗一下盘这个量 如果说一旦量缩 那反而又开始回头买超的话 像这种个股呢 很快就会创新高 那一旦创新高的话 市场上追一下就会进来 所以它很有可能过这个前高 创新高 可能整个这个其他投资 也会跟进做这个马进 因为技术一突破嘛 那技术分析的人会 做一个进场动作 是的 好 非常谢谢老师精彩的解析 谢谢 好 观众朋友们 今天老师呢跟我们聊的主题 是这个年底的作战行情要来的 怎么样能跟进抢红包 老师呢包括了像是 选股标定义选股策略 都跟你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还有其他个股的问题 记得扫一下老师的liot 老师的liot是小老鼠WO888 扫了之后呢 有这种问题老师都会亲自回答你 那么最后喜欢我节目的内容配合 欢迎在点赞 YouTube下按赞分享及订阅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